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來關心 進口雞蛋的流向 和標示問題 幾乎每日一報 全臺灣現在有五個地檢署 分案調查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今天在立法院三度道歉 但是他仍然強調 專案進口雞蛋的政策 是正確而且必要的 在正式對立法院報告 專案進口雞蛋政策之前 行政院長陳建仁 先向國人道歉 我願意在這裡向社會大眾 還有所有的這個人民 表達我的歉意 政府一定會來改善 西選業者物標孝齊 還讓業者把巴西蛋 物標成國產 陳院長坦言 這是政府第一次大規模 緊急從國外進口 過程中難免有疏失 而道歉不能少 農業部在位 讓業者錯標產地道歉 代理部長陳俊濟坦言 有疏忽但也說明 為因應入冬 可能受禽流感衝擊 專案進口蛋會持續進行 我代表農業部 也向所有的大眾做致歉 以我們的專案進口的部分 大概每一個月 大概是維持 一百六到一百八十萬克左右 那我們要維持這樣的一個 滴水位的這些這些庫存 在陳院長正式報告前 國民黨立委拿著各式各樣標語 站在發言台前 堅持院長要先道歉 才能報告 此時包圍在陳院長身邊的民進黨立委 也以口號回嗆 雖然強調進口的必要 政策達到目標 執政團隊卻也道歉再道歉 而主責的畜牧司長張經緯 也將遭到調職 總共兩人下台 一人調職 實力立委邱顯智 形容此事一失三命 而濫英立委仍認定 這次政府帶頭造假進口雞蛋標示 更痛批進口蛋在全台流竄 是混蛋壞蛋冒充蛋 記者林親民吳家寶 沈志明台北報導 接下來要把鏡頭轉到美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21號在華府跟拜登總統見面 美方隨後就宣布 提供最新一筆三點二五億 美金的援助 要用來強化烏克蘭的防空能力 但是對於拜登上月提出 金額高達兩百四十億 增援烏克蘭的預算案 共和黨國會議員 最近聯名表態反對 兩黨的旗艦正在加深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結束紐約聯合國行程後 二十一號前往美國華府 除了二度造訪白宮 與總統拜登會面 也拜訪美國國會 和五角大廈試圖爭取更多軍援 儘管近來收到部分在野共和黨議員 質疑軍援成效 拜登在會談中依舊強調 美國會繼續援助烏克蘭 自歐戰爭開打至今 美國針對國防和人道協助 以援助烏克蘭約一千一百三十億美元 這次兩國元首會面後 美國隨即宣布最新一筆三點二五億 隊伍軍援 內容包括安全和武器援助 尤其要提升烏克蘭的防控能力 而針對拜登上個月向國會提出總額高達兩百四十億美元 約臺幣七千七百七十億的增援烏克蘭預算案 則有近三十名共和黨參眾兩院議員 在二十一號聯名致函白宮表達反對立場 要求白宮先解釋錢的流向及用途 另一方面 澤文斯基在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見面後 與五角大廈九一一紀念館獻花追到罹難者 並繼續北美訪問行程 目前已抵達加拿大 是俄烏開戰後首次訪問家國 公司新聞兩院編譯 剛才我們看到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在戰爭期間 第二度造訪美國華府 尋求更多的援助 但是美國國會卻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 尤其是在共和黨內 現在我就要請嚴正生老師 來為大家解析 這些議員反對向烏克蘭增援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是看不到一個鏡頭 就是說剛開始 如果說今天擋住他了 那大家也覺得說 你今年春季 是不是開始有一些反攻 結果下 現在秋季了 如果再沒有這個跡象 你能夠從現在 我們這戰爭的這個叫做焦灼狀態 有任何的突破 那就變成是大家在那邊丟錢進去 然後沒有一個結果 那我覺得美國也沒辦法忍受 這樣的情況 美國總是希望說有個突破 你看當年即使在越戰的時候 他還是要跟北越談判 就是說我雖然也是一個焦灼嘛 也是很難突破 所以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雙方完全沒有一些可以重疊的點來進行談判 所以這也變成一個誕生機機生蛋的問題 像澤倫斯基就覺得說 你要給我更多的武器 我才能贏啊 那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國會議員說 我又沒有看到你什麼成績 為什麼提供更多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今天澤倫斯基一定要讓美國的這個 我們講說軍事的顧問團也好 或怎麼樣 真的看說我給了你一些什麼武器 然後你在哪一個戰場上面有什麼表現 能夠說服美國的國會議員 這當然可能是比較是一個秘密的會議 就是至少你要說服這個 而且你看到他的武器 都是真的是從美國來的 然後都使用的上 或者是美國請歐洲的國家提供的 但他真的用上 而不是我們今天傳聞當中 還有一些貪腐 會有一些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一定要去說服國會議員 因為畢竟最後的結果 你所有的軍員都還是要經過 國會的這個統一 國會統一預算的 不過現在有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美國到底有沒有能力 提供更多的援助 不是聽國訓說 他們現在這個政府財政有困難嗎 對嘛 現在當然就是美國馬上就遇到 這個就是要可能這個預算 的這個赤製 然後政府要關門 政府要關門 所以如果今天關門 現在的情形就是說 目前為止 這一個會期的到現在為止 國防部已經把這個援助烏克蘭的錢 已經先提出來 先保留了 所以這個不會有影響 但是後續特別是明年 馬上就要有總統大選 那你還會就是說我們說給他一張空牌支票 這就是我想大家常常講的川普也來講這句話 這不是一個空牌支票 讓你隨便填多少 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那當然他確實對一些美國人來講 你擋住了普林 你也讓其他其他的歐盟國家或者北約的國家 願意更有責任的來負起他們自己國防的責任 這對美國來講還是好的 你應該要鼓勵他 但是你如果看不出有一個這個膠著狀態 有些突破的時候 那我想美國都會有這種所謂的疲倦 如果是看起來像是無底洞的話 人民的信心自然會動搖 選民也會覺得很沒有耐心 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昨天就聽到這個美國股神 巴菲特的兒子提出 他說西方人民對於烏克蘭的關注 可能會因為戰爭拖得太長 而出現疲乏 現在除了剛才我們看到 就共和黨的反彈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跡象 已經可以看出端倪 我覺得至少就是說 你不僅是美國國內 你看包括波蘭 波蘭當然大家講起來說 他說我今天已經不再提供武器了 他是比美國還直接提供這些戰機的 到烏克蘭的 可是他現在說 我要我要用這些來防衛我自己 但事實上 他這個不提供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烏克蘭 今天的穀物禁運受到了影響 所以他只能往西方 往歐洲國家輸送 那可是歐洲國家 包括波蘭 包括匈牙利 斯洛伐克 他們自己的農民生產東西 哪希望你再進來 比較便宜 對 烏克蘭比較便宜 所以當然不願意再進來 那烏克蘭就覺得很生氣 好像就是說 他們說你們今天不買我這個烏克蘭的這個穀物的話 就表示你們是親俄羅斯的 那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點太過頭了 他在這個聯合國大會 這發言好像太激動了一些 最後我請楊老師很快速地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烏克蘭戰爭未來的發展跟美國總統選情 會出現什麼交互作用 對美國來講 我覺得最尷尬就是 今天有個川普 他認為他可以搞定這個問題 那他的支持者也相信 他一上來 他跟這個普丁的互動就可以搞定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他而當選了 當選之後 我覺得對哲倫斯基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他說他一天之內就可以搞定這個烏克蘭戰爭 雖然呢 現在相信的人可能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的支持者會相信 那如果戰爭拖得越久的話 可能相信的人會越多 或者說支持相信的人 不一定是相信他會解決 但至少覺得說 他可能可以幫我們把這個尷尬的 這樣子一個無底洞的姿勢 給解決掉 而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美國可以脫身了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有些美國選民 會願意這樣子看 非常謝謝這個閻老師的分析 接下來呢 同樣也是跟俄物戰爭有關 俄羅斯總統普丁親口宣布 他接受習近平的邀請 下個月將要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論壇 這將是國際刑事法庭 今年三月份發出逮捕令之後 普丁首度出國訪問 出訪俄羅斯的中國外長王毅 星期三在聖彼得堡和俄羅斯總統普丁會面 這是季三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莫斯科後 雙方高層再度會晤 普丁表示 十月將出訪北京 普丁強調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 完全符合俄羅斯打造大歐亞空間的構想 他同時指出 近年以來俄羅斯已經克服西方單邊制裁的衝擊 經濟開始恢復增長 期待與中方深化務實合作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在今年屆滿十週年 十月將是第三度舉辦國際論壇活動 北京當局稍早宣稱 已經有九十個國家將出席參與 中國近年來 面臨美國在貿易科技與軍事方面的圍堵 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遭西方制裁的處境 有某種程度的類似 也促使兩國關係越來越緊密 根據俄方的說法 今年上半年 雙方貿易額增長了30% 估計今年將達到2000億美元的規模 而中國外交部則表示 正與一帶一路夥伴保持密切溝通 歡迎各國來到北京共商合作打擊 共謀發展指導 故事新聞則會名便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國防部昨天首度提到 監控福建地面部隊的動態 引發各界關注 而國防部長邱國正今天表示 最近敵情的確異常 但是目前都在國軍掌握當中 國防部長邱國正坦言 近期敵情不尋常 因此國防部除了公布 二十一號一整天 徵獲三十二架子共機 七艘共艦以外 也公開空軍針召運發反潛機的畫面 還首度透露 嚴密監控共軍福建大城灣附近地面部隊 以及援火火箭軍動態 邱國正說初步研判 共軍正進行九月聯合軍演 我軍有相關情報能力 也會和盟友交流 福建大城灣是共軍大型的兩棲登陸訓練基地 距離澎湖約兩百三十五公里 離臺灣本島約三百公里 這回應是進行兩棲作戰操演 而軍事學者林以佑指出 烏二戰爭中 烏克蘭結合美國提供的電子情報 成功打擊二方海上部隊 分析未來美軍不會直接派航母 或主戰船艦接近臺海 而是以電戰與徵收載台支援我方作戰 是美國新一代的作戰戰略 另有觀察在共軍先前兩次大型對臺軍演中 美軍的P-8A反潛機 E-3空中預警機以及RC-135電子偵察機 都密集在臺海周邊飛行 不排除就是在搜集共軍的相關請資 在聊天機器人 ChatGPT問世之後 國內外許多大學如臨大敵 因為學生寫作業不必再親自動手 進一步可能連思考的能力都會退化 最近荷蘭就有一群前國會議員作家 還有IT專家發起聯署 呼籲政府趕快介入監管 AI人工智慧的使用 我們來看公視國際記者在荷蘭當地的採訪報導 AI聊天機器人的普及化 徹底改變了荷蘭高等教育的現場 學生們開始頻繁地使用ChatGPT 以及其他AI工具輔助學習 一起來看全球前百大學府 格羅尼根大學因為AI帶來的變化 類似落門寫作式的作業 在荷蘭的大學裡相當常見 但ChatGPT普及化後 文献探討或回顧可透過AI生成 僅有需要實作的部分才會需要自己寫 所以一位我的 коллег子曾經有一個採訪 他把它採取通過ChatGPT-scanner 而它寫了 但它寫了幾乎50%的機會 它被寫成為ChatGPT 然後他寫了 我曾經做了一篇文章 讓我們看看這篇文章 什麼它說 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是50%的機會 那這篇文章的文章 所以這篇文章是很難做的 如果你有寫的文章 AI工具的應用也改變學生的學習方法 兩位正在就讀人工智慧碩士學生的研究生 就曾經結合ChatGPT與Google打造AI學習助理 AI工具輔助學習雖然方便 但值得注意的是 所產生的內容都是來自其龐大的資料庫 批判性思考無法也不能被人工智慧取代 荷蘭有許多關於AI應用的討論 但都尚未形成任何新的政策 不過有一群前國會議員 IT專家 作家等發起的聯書請願正在進行中 他們希望荷蘭政府儘快將AI納管 讓人類決定人工智慧未來的發展 並且將人工智慧納入高風險類別 確保其被合理的運用 人工智慧大局進入人類的生活 從教育到醫療幾乎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未來人類世界的發展該如何與人工智慧共處 而不是讓AI領導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話題 公視國際記者張玉玲 荷蘭格羅林根採訪報導 接下來就是新聞猜猜看的時間 把鏡頭交給批帥 謝謝明明主播 今天的題目是 南韓目前是有哪一個政黨執政 一 國民力量黨 二 共同民主黨 三 正義黨 想想看 答案是哪一個呢 在揭曉答案之前 我們先來看 先前我們曾經報導過 有一名席科教領袖 在加拿大境內遭到殺害 導致加拿大和印度陷入了外交風波 整個情勢正在持續升高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二十一號 呼籲印度要配合調查 但是呢 先不會公布證據 印度外交部則宣布 停止對加拿大公民核發簽證 並且批評 加拿大是恐怖分子的避風港 接下來這個事情相當離譜 美國紐約的一間托兒所 上週有三名幼童 五歲之後昏迷不醒 還有一個嬰兒 疑似因為吸入過量的毒品而死亡 警方介入調查之後赫然發現 這一間托兒所 根本是個毒品分裝廠 三十六歲的托兒所屋主曼德茲 和四十一歲的房客布里托 被警方鋼上手銬 分別從自家中遭到逮捕 因為他們涉嫌讓托兒所淪為毒品的分裝廠 美國時間十五號下午兩點 位於紐約布朗克斯的一間托兒所 有三名幼兒在午睡時間過後 怎麼叫都叫不醒 疑似失去了意識 雙方趕緊將孩子們送往醫院急救 而一名同一個托兒所 被母親提早接走的一歲多男嬰 疑似因為吸入過量的芬坦尼而死亡 Before emergency personnel arrived at the daycare before they arrived Mendez and a co-conspirator tried to cover up what happened seconds before Mendez called 911 she called a co-conspirator 這間托兒所在19號遭到警方搜查 就在所內的午睡區附近發現重達一公斤的分坦尼 以及一臺打包毒品的機器 21號再度的搜索 又在遊戲區附近的地板發現了一道暗門 裡面還藏有8到10公斤的芬坦尼毒品 托兒所的兩名負責人曼德茲和布里托都以謀殺 過失殺人以及攻擊等罪名遭到起訴並且收押 警方認為曼德茲的丈夫也設有重嫌 目前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公視新聞沈盧沛編譯 節目最後趕快請批帥來揭曉新聞猜猜看的答案吧 好的 南韓目前是嘲笑也大的政局 執政黨是隱習岳總統所屬的國民力量黨 但是李在明領導的共同民主黨才是國會最大黨 答案是1 你答對了嗎 謝謝批帥的說明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一再會 我們下週一再會